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楼价跌有付资产是一个正常现象 我认为负资产就像通缩一样 曾经在很遥远的时候 现在哪有负资产 但我们想起当年负资产是谈负资产识别的 因为一谈负资产是消炭 破产 所以现在一谈负资产的人会觉得当年负资产死定了 但现在你就业情况不太差 你负资产的话 有你工作的话 但人们永远都不记得 为什么负资产会消失 因为负资产消失就是因为人们继续供楼 没有断供 然后楼价慢慢升 便没有负资产这个问题 负资产只是一个起点 因为政府其实没有说过 有人放风出来说 政府可能可以考虑放宽这个楼月案件 已经有很多人突出来了 我要随便引出一个资产 这是香港01的01观点 本港在现负资产的个案 放宽按揭门栏慢慢不可 先简单说 现在香港的楼月按揭门栏 已经瘦了 瘦的地方是什么呢 一千万的楼月按揭门栏 你只要是五成的按揭 我心想没有搞错 我以后五百万 只要买到一千万的楼月按揭门栏 一千万的楼月按揭门栏 一千万的楼月按揭门栏 只要买到六百多尺 五百万的楼月按揭门栏 看看你哪里 当然你去到深井那些 一千万可以买到几千万的楼月按揭门栏 其实关仔一千万是买到三百尺 红磡火车站上的楼月按揭门栏 都是三百多尺 只有一千万 接着退一级六成按揭 再退一级四百万以下 才开始可以做到七八成按揭 我心想现在香港四百万 除非新楼 不是说没有 但是不多 但是现在的重点是什么 我也不想讨论这个问题 问题是现在有这么多负资产 零一观点 一落不是很多 我记得不很多 200多宗 而且负资产的意思就是 他负一元也是负资产 不是 我觉得这样的问题 那楼月按揭有多少 为什么会有负资产 你也说五成按揭 六成按揭 就是负资产给我们 其实他所谓的负资产是什么 我告诉你 是二按 你二按揭就是 你无论多少成按揭都有负资产 明白 明白 尤其是二按揭 尤其是新盘有些呼吸盘 就是那一集 再是可能地银箱 他会自己的财子 拿到九成或以上 那些 只要做到九成多才会有 你跌了多少 你政府现在的按揭有多少 你去年还不是说年头买 你去年可能是升到年中的时候 没言之政府放风的按揭 都不会代表到更加多负资产 你不会放风 因为现在说的是二三四按揭 都是你控制不到的 你三四按揭 你有没有跌到三成呢 是 根本就没有按揭 这个真的说得相当好 好了 但是接着他们说 现在政府放风 千万不要放风这个按揭 当然 首先已经解释了第一件事 我会更加多负资产 其实负资产不关这件事 第二件事 他说什么 你现在引诱一些人接火棒 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零一观点的说 我记得韻兆坚也说 你会引诱一些人去买楼 而这个本土研究社最强 他说逼人置业 我现在心想 现在是不是有人拿出来 快卖楼 你不是吧 我开始打死你 我心想 为什么香港可以反责到这样的程度 他反而是逼人买不到楼 现在的问题是香港 为什么会有人买不到楼 就是因为按揭不够 但按揭够 不代表你一定要买楼 按揭够 你可以选择买或者不买 我不明白什么叫逼人 这个东西其实在左交市场 是好销售的 你看看陆置居 居屋 你为什么会把那个 接数按揭到这么低 你现在引诱别人买楼 买楼之后楼价 然后他就背了一世债 他这一世都回不了身 你现在是引诱别人 陷入一个万劫不复的景地 我真的心想 这个政府真的够费 拿几百亿出来给这么多资座 原来就是害人的 我心想 为什么香港可以反制到这样的程度 我不否认 有一些时候楼界逆转 很多人都预料不到 譬如刺案危机 是一个好例子 但香港是不是去到刺案危机 之前的按揭情况 现在只有五六成按揭 而且我忽然想起你这样说 当年很多负资产是怎么发生的呢 是因为建了很多公屋 八万五 是政府建了很多楼 就是这样建了很多楼 包括很多公屋 加上金融风暴 楼市倒下 于是制造了负资产 那是历史的背景 所以如果你要拯救现在的业主 现在已经有这么多负资产了 立刻停建公屋 立刻停止土地供应 那你拖回市 那就少了负资产 你现在就是这样 你现在就是这样 左交的逻抄是什么 他都解答到你 他说香港根本不需要买楼 全部建了公屋 所有人都住在政府的廉宗屋里面 那不就不会有楼价的负资产问题 所有人都住在廉宗屋里面 政府楼里面 就是共产主义 重点就是 你建了这么多公屋吗 现在公屋排的都要等十年 你是想连不能排的人都可以住在公屋 他们想把所有私楼的人都不建建 Ну 全都建建公屋 所有私楼都不建建公屋 那它的虐双 就是这么逻抄 那撕樓都是建建的 你也不说 好吧 他們的意思是,如果所有的房子都不蓋 所有的房子都不蓋,所有的房子都蓋了公屋 那私有房子蓋了多少都沒有關係 因為你選擇不到人民百姓,選擇不到老百姓 如果是95%或98%的人都住在公屋的話 那私有房子就升跌關你什麼事? 豪富豪,私有房子,私有房子關你什麼事? 那私有房子升值得死,他們這些有錢人,對不對? 不是,私有房子升是好的,因為有錢人有了手 這個邏輯是這樣的,建了十成公屋 那私有房子的價格就會升到瘋了 那不會再有負資產,怎麼會再有負資產? 不會有的,樓價只會不停升 那買不起房子的人就住在公屋 是全部人住公屋,不是 但問題是他永遠想不到,未入住住公屋的人 不是,你自然會有這麼多公屋 何況香港在十幾年之後,人口開始減少 這個是林川說的 所以我們現在不用蓋房子 因為將來人口會減少 那在十幾年怎樣呢? 那這十幾年一路,這十幾年的時候 你不是忍一下? 不是,那不是 這十幾年你土地供的,你都是大東大如山 難道這十幾年你找到地嗎? 你這十幾年,即是你不用找地 因為現在找到地十幾年後 我找到地十幾年後,我只能蓋房子 政府又叫你等多幾班車 那現在那一間左家就叫你等多十幾年 你捱多十幾年後 那些人死了,香港沒有來,十八五人 到時十幾年後你可能就有 十五人,知道我們有八八停了,有八五人來香港 所以我們其實之前已經重複說過很多次 他們是會對某一些,這叫君子遠拋存 即是他們見到一隻動物很慘 他們就覺得這動物很慘,你不要拖那隻牛 但其他他們見不到那些牛也不拖 很不關我,所以見不到 他們見到那些排公屋的人很慘 那些人很慘,快點被公屋上 他們永遠都見不到有些人 他們沒有資格申請公屋的那些人 他們永遠都見不到 那當然 見到就說,那他就比較符拔資格 放寬資格 你想想辦法收回有錢人的房子 因為那些有錢人 一個人擁有很多房子 對不對 那一個人擁有很多房子 那你就收回他們 所以他有很多房子 沒有辦法 你看看 香港你知不知道 香港現在有好像是 應該是270萬個單位 只有230萬個家庭 那所以剩下40萬個單位在哪裏 那所以 這個當然他們是論述 他們是論述 所以 所以 其實只要將那些人 收強空置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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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如果你將所有樓的房子 我一定覺得超過800萬個房子 每個人肯定可以分一間房子 隨時有超過1600萬個房子 你不要說我 那我每個人可以分兩間房子 其實應該這樣做 發財 不是啊 我覺得 首先 李嘉誠的房子 兩萬呎 我們應該搬10戶人去住就搞定 我覺得 先上去回左家 看看他有多少間房子 你超過一間房子 麻煩你養一個 林超英 林超英 叫他養房子 李嘉誠 喂 其實共產黨 共產黨當年就解決居住問題 你看看 當年的時候北京城 喂 大哥 那幾個合院 那些是嗎 那幾個合院 那些是四合院會住了十幾輩人家 就在那時候 你以為真的四合院會住了十幾輩人家 那四合院本來一輩人家住 我們搬些人去搬些人去 搬些人去 因為你空置 你很多空置的東西 你不用 那大家就搬進去 其實大家就是在共產主義 我不明白 但是為什麼共產主義 共產黨是解決了全香港所有的問題 怎麼搞的一國兩制 但是回到我們說這個放寬案件 其實我最討厭的地方就是 你左腳永遠都是當人傻的 他會覺得 你不要給那麼多自由消費者 因為他們會做錯事 如果放寬了案件 你給了一個機會 他自然 他會做錯的決定 到時候他做錯的決定 是不是他會遠回你 你最好就不要給他買房子 他永遠都買不到房子 他永遠都不會踏上這個置業陷阱 他永遠都覺得 這個市場 是我們不可以有一個理性的選擇 現在樓市升 其實你不應該買房子 什麼樓市升 現在樓市跌 那些人是不可以讓他們引誘買房子 因為他買了房子就會跌 但是他不想買房子的人 是一個一生人最重要的抉擇 他自己不會衡量嗎 現在的問題就是 其實跟共產主義一樣 毛澤東就說 你不要想你做完事有多少收入 讓我政府安排給你 否則你多了 你不會怎樣花錢 我幫你安排你有指定的職位 你有指定的收入 你有指定的戶籍 你一生人由共產黨安排之下 你會有很愉快的生活 問題是有沒有快樂的生活 沒有 一個這麼明顯的社會主義實驗 在中國失敗了 我不知為何現在香港 又有些人會這樣想 總之你不要想買房子 我們幫你限制你按揭的權利 然後他又會覺得到時會有一個銀行危機 他又想到銀行鎖 你看看當年痴案 搞到很多銀行 投資銀行破產 你如果又給那麼多機會 做放寬按揭 銀行到時借完錢 有銀主盤什麼XX 他們又會是損失的 都會是精不精的 當然是不知道 但重點就是 我們一路追求人權、民主、自由 我們希望什麼 希望我們有選擇權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香港很多主流的民意 就是覺得 他想我幫你選擇 他想我幫你選擇 我幫你去分析一些 你對你無益的東西 而有沒有利益 其實都沒有 但問題就是 我都不明白他們做什麼 因為港共政權是邪惡的 你應該越不相信他越好 是不是 那些人應該相信 港共政權是邪惡的 港共政權是邪惡的 他們建的樓全部都不行 他們的基建 你不應該全部給私人建 如果不是的話 你建的東西 不可以 私人就是地產黨 有官商勾結 政府當然是不信得過 地產商也不信得過 所以應該什麼都不要建 因為什麼都不要建 就不會有官商勾結 以及不相信政府的偷工減料工程存在 但問題就是建公屋 就是偷工減料工程 你公屋怎麼會不偷工減料 全部都是政府建的 你現在的公屋 你看看全部都漏漏漏漏的 那些人搬去公屋 都要花幾百萬裝修 那不需要幾百萬 有個人用幾百萬 當然 放了三百萬裝修 那為什麼我們的港共政權這麼壞 為什麼我們要給港共政權 他們覺得他能控制到政權 現在我控制你 不讓你放寬按揭 那我就幫了這個政府 你給港共政權更大的權力 你給港共政權更大的權力 你要分配 你給港共政權更大的權力 他全都給了新移民 一會兒你就說他 我都給了新移民 這已經是太複雜的問題 因為本土研究室是抗新移民 但其他人又反新移民 其實我經常都覺得 你支持一個立場是不要緊的 但你要有一致性和邏輯 你不能夠一方面覺得 我們是需要自由的 我們左翼就要個人自由 我們所有東西都要自由 一方面就不要選擇 我們政府安排給你 所有東西就由聽我們說 你們不要亂做事 你不要讓政府逼你上車 他不相信人可以作得理性的抉擇 而他覺得自己是理性的 我這樣講 我研究政治很多年 我認為政治的基本原理就是 如果你想講政治就沒有講邏輯 哪有邏輯可言 其實你說民族 民族已經是沒有邏輯可言的人 你如何定義民族 是任你偏要的 你所有的東西 逢是和政治有關 你一講邏輯就不要講政治 政治是沒有邏輯的 大家講來講去 都要把自己的東西去裁 我們哪一個 真是政治論述 是講邏輯的 是沒有的 逢是成功的政治是沒有講邏輯的 是有的 但是沒有人輸不到 沒有人輸不到 如果一講邏輯 一講邏輯就不行了 所以我覺得 所以他們的東西有這麼多人輸 我們這些東西沒有人輸 就是因為我們太講邏輯了 我們這些東西 原來這些邏輯有問題 因為文字是很蠢的 你不要讓我想這麼多事情 有人安排給我就可以了 這個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原則 就是你一講邏輯你錯了 你就已經不行了 好,那我們這次就到這裡 好,謝謝大家